立法委员吴宗憲和特地从台中北上的立委黄建豪 跟基隆市议员韩世玉 共同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并陪同谢国良到信义区东明路一带扫接拜票 呼吁市民相亲 10月13号踊跃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 请善良反恶拜市长加油 我们一定要出门来投票来投效这个反对罢免票 那大家好奇说这个台中市的立法委跑来基隆市做什么 那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想台湾是一个很可爱很小的一个社会 人口流动非常的密集 那我们有很多台中的乡亲都来自于基隆 最大咖的当然就是我们台中市长卢秀燕 大家都知道卢秀燕市长 路边有很多市民在支持我们市长 那包含说今天从台中上来就是说 就像我们的台中有很多的乡亲也来自于基隆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台中的乡亲 有基隆的亲友也能够注意到说 基隆正在进行一场挺善良反恶霸的一个活动 10月13号刚好这个我常讲10月是光辉10月 是国庆的这一月我们庆祝国庆最好的方式 我想就是把善良的好的愿意做事的政治人物留下来 让他能够继续让国梁市长能够继续为基隆付出 让国梁市长能够继续守护我们基隆市民的市场 从判决里面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所以当初引起这一场真的是一个闹剧 更何况在民主国家本来选举选完了 大家就要好好的团结来拼市政 但是呢很显然的败选的一群人 他就希望透过罢免的方式 然后来想要重新再来玩一次选举的游戏 然后再想要来执政 其实这个都不对 在民主国家其实罢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非常少见 他只有在针对今天这个圣选者 他在公务上面或在生活上面 有非常严重的状况 甚至像英国他会要求有罪的判决 这样子他才会进行罢免 但是呢在这里 你今天从判决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市长是为了市民在捍卫市民的资产 结果呢却搞出了一个罢免 要罢免的市长 其实我觉得这是极其荒谬 但也让台湾能一次一次的陷入混乱中 那本来我们台湾可以在选举的非选举年都能够平静的好好拼 国家的政策 市政 结果呢现在搞下去变成是每一年都在混乱中 很希望说的话就是我们市长的话是真的有努力的在建设 而且呢我们市长跟立委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这一年来说的话是我们基隆市财政最好的一年 而且呢等等的话我们经过的地方的话也有看到我们市长 我们认真的在为地方和邻里之间呢在做很多的建设 其实我们真的这一年多到基隆各个角落都有努力在做事 那我今天也到东明路来 东明路要做什么 我们等一下一路走顺便看一下东明路要做电线改地下化 我们跟台电也继续有谈了 东明路在电线改地下化其实是这几里民众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隆每个角落我们虽然在跟大家肯多 但其实同时间我们也在做继续做更多的市政观察 继续努力让基隆市民更好 立委吴宗宪黄建豪都强调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积极守护市场 却要面临被罢免认为这场罢免毫无正当性 因此大力呼吁基隆市民好朋友 10月13号出门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